你们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呀 我为你放弃了世界 而今天你却放弃了我 这一句话 在我们搞心理学的耳朵里边听 是很病态的一句话 我直接告诉你真相是什么好不好 在两性关系里边 你不可能因为爱上对方 对方就会爱上你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你只有可能是把自己变得更优秀 去吸引对方来爱上你 所以当你认为是一厢情愿的去爱对方 为对方付出对方就会为你付出 就会爱上你 那我告诉你 你的这个思维模型真的就两个字 单纯 三个字很单纯 这个世界不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第一个我就很好奇 就是你为什么要因为一个点 去放弃一个面呢 那么第二个就是 你说我为了你放弃了整个世界 你有没有可能是一种偏执 一个人放弃世界 你的父母呢 你的亲人呢 你的未来呢 你的价值和追求呢 你的使命呢 当你把这些东西全部都放弃的时候 就为了一个人往前冲 我告诉你 其实你是一个很卑微的人 而且我告诉你 那个人我也不会觉得他有多爱你 他只是迁就你 可怜你 怜悯你 然后才会跟你走到一块 但是我要告诉你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的这种耐心一定会退去的 只要当你这个能量 你不能够足够的吸引到他 你的价值没有办法 跟他得到充分交换的时候 我告诉你 你不能让他的生活变得有成长 有财富 有进步 慢慢他一定会抛弃你 所以说有一句话叫什么 拔铁还须 自身硬啊 那么在两性关系之间 我经常跟大家说什么关系啊 合作 合作是什么 合作就是创造价值和对方去交换啊 如果说你只是一厢情愿地把你的东西都给到他 现在你一无所有了 而他却离你远近 那到底是谁的问题啊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边 我说话可能有点犀利 但是在这个犀利的过程当中 我并没有任何的谴责 只是希望大家去觉察和觉醒 就是当你说我为了你放弃了全世界 这句话的本身其实就是一个深层次的绑架和控制 你就是让对方掉到了一个道德陷阱里边 对吧 你看一个人已经为了你把全世界都失去了 全部都给你了 而你呢 转身而去 这就证明了什么 这就证明了你这人不感恩 不慈悲 没有道德感 其实这本身就是一个扭曲的表达 这本身就是一个病态的关系 如果说你觉得自己是受害者 那真正要反省的我告诉你 就是你自己了 如果说你刚刚没听懂 把刚才我说的那一段 再听一遍 如果还是没懂 再听一遍 你一定能从中收获到 你想要的这个营养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